这是我们的这条街 从小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街道 其实20多年盖了一些两层楼也没什么变化 看一下 这是以前的老房子 这是贝吉 缝吉 贝吉就是不是吉 缝吉的话没有吉思的 对对 缝吉就是今天贝吉明天缝吉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上小学一年级的学校 现在都盖成楼房了 这是小学一年级的学校 以前都是小小小瓦房 这是去姥姥家的路 小时候都自己可以 像小妹妹那么大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姥姥家 以前都是泥土 现在都变了 变成那种石子石头路 张亚恩对姥姥很感慨 他就感激了 却出来了就感激了 成成就啥都不懂 他知道我们在干啥 但是很多事情他不了解 看一下 家人亲戚都过来了 哈哈哈哈 嘴巴还在给我们的亲戚在聊天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姥姥之前去珠海去中山 她们都很有感情 想太太 她们这个吵难得干啥 她们会很疼什么 她们就带进去 她们把 بد索过来 人手拉过来 人手扔过了 人手扔过来 别 Bew所有人 对真不知道 受罪多佛 这么不brar 好,我们中午今天在这边吃饭 看一下,有很多的 好了,我们等一下开饭了 还有这边,今天还是很热闹的 这边就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地方 以前觉得这条街很长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条街很短 就那走两步嘛,你看眼睛都看到了 就两步 这就是我的童年,爸爸的童年 坤友,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 不陌生啊,这种地方 20年前去哪里?去西匠 20年前比这个落后多了 现在都好了 对,20年前 这条楼,这个楼就是我像城城那么大 西园这么大,就是在这 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你看 我们家里当时盖楼房 是我们街上的第一户 第一户盖楼房的 对 哦,真的啊 对 以前我们街上还没有盖楼房的 我们是最早盖楼房的 真的啊 这是现在这个吗 对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看起来很破败 和边上的那些楼房相比 因为我们盖的时间比较早 90年盖的 90年盖的 瑞贝卡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在那个上面住 我妈妈爸爸在那个间 我们在,我和哥哥在这一间 这是我们从小长大的 再看一眼,走 那现在这基本上没人住了吗 没,一直都没人住 这里面搬到城里就 搬到菜 所以就放了 放在这儿 里面的家具啊 一些照片啊什么的 不懂 带他们去楼上看看 走 爬楼梯 爬楼 爬楼 他没有上去 慢慢地爬楼梯走 带你们去 好 带你们去爸爸的卧室去看看 好吧 爸爸去睡觉的地方看一眼 带女儿儿子来我们爸爸小时候住的地方 这个床是我和伯伯睡的床 我小时候 when I was a child like your age 伯伯和我 sleep in this bed 看到没有 因为十几年没有住过了 这是,这是姑姑睡的房间 这个房间是姑姑睡的房间 看到没 那边是爸爸妈妈睡的房间 这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 We have a swimming pool over there Did you see? a swimming pool over there Where? over there Look 看到没 那很大的水泥那不是 swimming pool吗 真的吧 当时 当时我们就放凉水 帮我们在那里边游泳 在那边玩 都没过去了 对 他也拿着 Grezzling拿着相机 Grezzling reporter 对啊,我是小女 我以前夏天 这边就放个凉席就在这睡 夏天就在这睡 因为它有树嘛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蛮凉的 对 去记录一下爸爸从小住的地方 哇塞 这玻璃都烂了 有好多灰 灰尘是吧 我没看过这么多灰尘 你看 这是小时候 这个是小时候伯伯和我住的地方 我们俩睡一个床 我是为什么没有看着 因为很多年没住了 你看姑姑住的地方 看一下这边 这边 这边姑姑住的地方 这是姑姑睡的时候 因为后来租给人家学生了 以前只有一个床 然后这边是你奶奶和爷爷住的地方 看一下 奶奶爷爷住的地方 这个沙发是爸爸小时候从小做到大的沙发 嗯 时光变迁 是不是 对 剩下了很多的旧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童年和小时候 很多东西 很多事情 莉莉在 走吧 带你们回老家 这就是一个意义吧 让你们看爸爸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哈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楼梯 我不记得了 这个楼梯因为你和我还挨了一段打小的时候 是吗 这个楼梯 因为这个房子当时刚建好的时候 当时你还不到遗睡 就是那个时候你还不会走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这两边的 刚建好就这两边的这个铁大 还没有 还都没有 你看那个楼梯多窄 然后你就顺着这个 这个你就 你就爬上去了 啊 刚好当时多危险 是啊 因为我当时在看着你嘛 哈哈 大姐姐 我就没有看好你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还挨了顿打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哎呀 这整个院子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了 对对对 哎 你看你今年35了 这个房子都有30多年了 对啊 爸爸我想去跟上面有什么 这是我们镇上 可能是第一个楼房吧 这以前是我们的厨房 这之前是我们的浴室 浴室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我伯伯的住的地方 你看这边 这个是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这是我和哥哥最开始住的地方 带你们回来一趟也完成了我的心愿 带你们去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转了一圈 我们在我们小院拍个照 来我们小院就在门前吧 来拍个照喝个饮 好了 关上门吧 无论我们走多远 这就是我们永远的家 以前我们这边是个梨树 然后这边是个水井 这个井 其实最遗憾的是20高中那年 你记不记得我们家 我们全家人合伙影 对吧 就是咱爸去世前的前半年 我们家里是拍过一股照片的 但是后来因为咱 曝光了 因为那个咱一个表弟 他不会弄那个东西 不是是我们邻居 就是这个邻居帮我们照的 那个是蒋全红 从大连带回去一个相机 那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我现在和咱爸 唯一的一张合照 我们全家人的合照 就是我爸爸得病的 前几个月 就冥冥中注定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照个合影嘛 是那之前是胶卷的形式嘛 结果后来就没有刷出来 也是个遗憾嘛 全家人没照过一张 现在也找不出来 全家人的一张合影 感慨万千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 哎 怎么样今天开心不开心 很开心就是很有意义嘛 对不对 可以说回到你的家乡 然后看看一些你小时候的灰烟 带着孩子来我们的家乡看看 你觉得这是我们回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是的 就是认主嘛 对吧 就是回来我们的home餐去看一下 让孩子看看我们小时候的 对 时光如说 对 这个建筑都在 但是人都是无所人非了 是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儿吧 好 很有意义 对 我跟他一直说 一定要带儿子或带几个孩子 带他们回来 来家里看看 认认我们的老家 肯定 对吧 对啊 肯定一定要的 再见了老家 再见了童年 嗯 下次见吧 下次见 下次见